印度终于承认了 打仗不开敌我识别系统 印军米17被自己的导弹击落 印度从来不缺乏成为亚洲大国的雄心 也想表现出大国的风范 但往往适得其反 制造出来的是一些啼笑皆废的事 一笑大方 拿海军来说 印度舍得花钱 又是西方国家的宠儿 什么武器都可以买得到 因此也成为二战后 亚洲首个拥有航母的国家 甚至出现双航母时代 真正成为印度洋霸主 然而令人哭笑不得的是 竟然用拖拉机替代航母甲板牵引车 当然 这种不靠谱还无伤大雅 毕竟印度海军没有与他国海军 发生正面局势冲突 用拖拉机拉废机 不过是速度慢一点 灵活性差一点 不会有什么实际伤害 但是印度日前公布了一则消息 则将不靠谱演练到新晋级 环球网10月5号 原引印度媒体10月4号报道 印度空军参谋长巴杜利亚 当日在新闻发布会上承认 今年2月份和巴基斯坦的空战中 印度空军的一架米-17运输机 是被己方导弹击落的 今年2月份 克什米尔地区的武装组织 制造了一起自杀式恐怖袭击 40名印度士兵在这次袭击中失去生命 导致印巴在克什米尔地区爆发冲突 当时印度空军的一架米-21战机 被巴基斯坦空军击落 印度空军另一架米-17 则坠回在印控克什米尔境内 事故导致机上6人和地面1名平民死亡 但巴基斯坦只承认击落了印度一架米-21战机 米-17失事几乎成为悬案 经过半年多的调查 印度终于承认 事发时米-17违反规定 没有打开敌我识别系统 最终该机被己方无法识别其 是否为有军的防空导弹击落 众所出之 敌我识别系统是对战场上目标的敌我属性识别 战场上硝烟弥漫信息多变 为避免误伤 开启敌我识别系统是最基本的常识 竟能被忽略掉 其战斗素养实在是不敢恭维 同时另一个问题又来了 米-17进入前线 没有开启敌我识别系统 地面指挥人员应该可以发现 地勤人员应及时与机组人员进行沟通 竟然又被忽略掉 只能说印度空军从作战士兵到整个指挥系统 到处是漏洞 其作战能力可想而知 有网友戏言 印度空军的战机损坏有三种方式 敌方击落 自己击落 自己摔的 后两种方式足以令印度自己干败自己的空军 虽然是戏言 但却反映出印度空军的现状 说到摔飞机全球无出其用 而这一切与其不靠谱的做事方式有直接关系 飞机直脉不养 战机不开敌我识别系统 能不出事吗